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天气很热 还好我昨天晚上把头发剪了 那过去剪头发都回京门了 这次实在也很热 因为我每天上电视嘛 那个我的美法师说 董哥你是不是该剪了 现在不好整理耶 我说对对对 其实我也不太在乎头发有多少 可是 我的昨天晚上理法师跟我讲说 董哥你头发变少了 我说我年纪大 当然头发变少啊 然后他就东看西看 看我有没有秃头 说还好没秃头 我说现在秃头是流行啊 你帮我剃个光头 我还可以参加高雄的光头会啊 他说用理的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啊 光头会就是韩国瑜市长 他们那边办了一个光头的一个集会 那当然气味性十足 那其实台湾要欢乐啦 很多事情贤己我们都把它看得很那个 在小董有时候讲贤己 当然我有时候也很严肃 为什么 因为贤己 里面可能有很多发烧有怎么样 那我就会忍不住不讲 因为我觉得贤己 就像作战一样 大家光明正大 要大步的 要用正面的方式来打仗 可是现在很多事情大不是 我有时候就会吐槽 我都没法再跟我讲说 哇 那董哥你没有秃头也很好啊 头发量减少啊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小小黄泥鸟 小小的黄泥鸟问他妈妈说 因为我生就来羽毛少嘛 那他就问他妈妈 这条歌啊 各位等一下休息时间可以 放来听听啊 Google Yahoo去搜寻一下 小小的黄泥鸟生就来就羽毛少 他就问妈妈 妈妈说因为你小孩子嘛 小孩子羽毛还没长齐啊 对不对 没有毛啊 是应该的慢慢就会长啊 他说可是妈妈你羽毛为什么也少 他说你小孩子不懂 我们大人啊 烦恼多啊 所以羽毛少啊 各有各的羽毛少 那我讲 其实每个人 因为依照年龄 或者你的职业 然后你可能 对于整个 国家社会 或者对我们媒体 你的期待是不一样 大家不一样就会有分歧啊 但是分歧没关系 我们要有个方向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更好 所以我在节目上说 你不要分什么韩啊 菇啦 赖啦 菜啦 柯文哲那些 都不要分 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粉 很多韩文对我们不满 因为我呛他们多数韩文是垃圾嘛 我也没改变啊 韩国瑜其实最头痛的就是这些人 韩国瑜现在声势很下降 你刚刚有没有听 news98的公布那个民调 那民调是吴子佳 美丽老电子报做的 你把它听嘛 像柯文哲变第一了 一定很多人想说 韩国瑜编滴了 都被小董你们这些人去黑 我们黑到干嘛 就你做了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 很多人会有判断啊 人家会在网路 现在不要有韩黑部队 什么媚韩小组 那些都没有 不太可能啊 各位朋友 网路很多东西就够了 有没有人媚董小组 没有 我从来讲没有 那韩国瑜的粉丝 有没有人很讨厌我 当然会嘛 他觉得你没有大声出来挺他 你就是挺郭台平挺朱立伦 他们一路黑我 我又不嫌疾 我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 各位朋友 不要说相间何太极啊 你兼你的我兼我的 李彦杰不这样讲吗 很多人不一定了解我 我是黑白是非高于蓝利 我是非常这样的人 不要认为说 小董他是蓝营唯一大将 你把他打成这样 他会怎么样 我没有打他啊 我就是论事 郭台平我会打啊 什么金公教讲的不具体啊 灯广告灯那么大 你应该具体讲 我如果郭台平当前总统 国民党在立法院勾办 金公教 第一个是不是恢复过去 没有被改之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三年来的损失 是不是正如补回来 我讲这东西是很简单的 很多金公教在问嘛 对不对 小董讲 就这样啊 我说我们很多东西赤裸裸来讲 那朱立伦拔柱 我那时候讲说 他把柱换掉了 换柱 我说以我能力 我可以请洪秀柱 如果是提兵他 我可以请洪秀柱 帮他站台 很多人就骂 你就挺朱立伦 如果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 我当然挺他 他会话嘛 他的政策最完整 你看人要看 对不对 公道柏 王金平今天也接受 郝隆斌的访问 你说 郝隆斌跟王金平 竟然 怎么麻吉啊 郝隆斌有在开节目 有在中广论坛 郝隆斌今天在中广论坛 访问王金平 给王金平很大 空间谈他的政策 谈他的那个 郝隆斌不是应该跟 王金平应该是死对头吗 王金平不是搞台独了吗 郝隆斌不是 中华民国的吗 是 各位朋友 我们听听别人意见不行啊 一定要照你的方式嘛 你挺韩国瑜 别人 所有东西都不准相容吗 就是你们这些人害死韩国瑜 韩国瑜 现在为什么掉第二 你们害的 你不知道 你还以为说 要赖给小董 赖给唐湘龙 赖给谁 赖给赵超康吗 然后大家赖 就是你们这些人把 把他 把他怎么样 我们能够把他怎么样 各位朋友 是非比较重要 小董讲这个 我老实讲 我有时候 讲 我们现在 嫌疾还早 我知道蓝营的人也很关心 糟糕 今天的民调出来 韩国瑜编第二 美丽老电子报做的 现在第一次随时 柯文哲 柯文哲什么也不做 就等着那边被养回 那柯文哲有没有什么 什么能力 没有 各位常听我节目讲 他就是草包一个 对不对 但是我 就是认识 我还是回他提他讲 比如周天的周刊出来 说柯批女幕僚 跟公务局的科长 两个虎卫联络员 上班去偷情 怎么样怎么样 活灵活现了 有没有偷情 百分之百有 两个各有家事 也没错 很不道德 不倫 而且又利用上班时间 很不该 小总第一个时间讲 那时候柯文哲 他 你说他知道吗 我第一个时间讲 我非常讨厌柯文哲 对不对 我已经骂他很多年了 从五年前我就骂他是一个草包 到现在还是草包 对不对 但是我昨天是讲公道话 我说柯批 不可能 叫得出这个女幕僚的名字啊 那媒体故意要把他写成 怎么亲近啊 柯批女幕僚 偷情 随随随随 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新闻的价值在这里吗 那你说他他只等多高 有只等吗 中阶官员 那怎么样 柯批连他名字都叫不出来 可是我把他写柯批女幕僚 好像很亲近 这个是媒体要的效果 但不是事实嘛 所以有人说 你替柯批讲话 我不替谁讲话 我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是非黑白 大一切 所以我告诉你那东西是有问题的 那媒体这样报道 没错 两个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上班时间偷情 各有家事很不应该 那他他要代表什么 他代表说你看这柯批 每天不在市政府 每天不在市政府 去日本 去美国 去以色列 到处爬爬 前天 去高雄演讲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他 他就是不在台北市 不安于台北市 不安于市 那所以下面的楼思松了 都利用上班在偷情 他要造成的是这样的媒体效果 那我就把他拆穿啊 对柯批当然是正面的啊 但是 你说你为什么要替柯批讲好啊 我的失货就大于这一切啊 各位你还看不懂吗 我讲韩国瑜的情况是一样的啊 你看你现在所有的招数 当然 后天礼拜六 凯道见 很多朋友 像我周遭很多朋友 就互相呼应 各位朋友 我们估计把很多候选人 都把他当成圣人 三年前 前台湾最 被民调最高圣人叫蔡英文 现在呢 现在被嫌到不行啊 用所有卑类手段去 要打败赖清德 要打赢党内初选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 我昨天在周刊啊 写一篇文章 各位有兴趣去看看 在周刊网啊 我说蔡英文哦 只想肮脏的赢啊 只想肮脏的赢 上一篇叫什么 蔡英文以二的纪律 他现在民调一直第三 他一直要抢第二 可是他抢到第二 跟二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 所以我就 揭移他 以二的距离 以二也不会当险啊 当险要一啊 各位 当然 我是另有手指嘛 大家可以看的 搭上一些时事嘛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今天看到这些卑类手段 你很不齿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现在蓝金的变化是什么 今天的民调就是韩国瑜变第二 柯文哲变第一 你怎么办 一个换跑一个草包变第一 那蓝力在逗 他讲啊在逗啊你要保护 韩国瑜 这个不是水保护不保护你知道吗 韩国瑜最大敌人是谁 是自己啊 是自己的那些韩魂嘛 那些韩魂已经把很多人都吓跑了 杨秋青接受访问 那些韩魂就在旁边啊 韩国瑜冬孙 哇 背过什么 就一直干扰他 你看我如果是一个中性选民我看了 杨秋青最后无奈笑一笑 他跟记者讲了一句话 韩魂就是这种水准 这些账都算到韩国瑜身上 韩国瑜会当选吗 各位 党内出选他会赢吗 你就看看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韩国瑜自己很紧张 他为什么要办六一凯道 那六一凯道 大卫斯 他当然赶快想说赶快把绅士弄起来啊 但是我这两天已经在点出了 就是说你的年轻选票跑光了 年轻选票跑光了 为什么柯文哲会起来 因为就跑去柯文哲那里嘛 想也知道嘛 柯文哲为什么突然赢了韩国瑜 因为那些年轻选票跑来啊 年轻人喜欢启用 喜欢韩国瑜 他们看 从7年1124前后到现在这半年来 他们跟着韩国瑜 后来发现 韩国瑜怎么 有这东西不对啊 我们是有知识有常识的 没有知识也没常识 又不看电视没关系 听小董的真心话 你人就明白了 我不讲假的啦 各位我不讲假的 我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啊 对不对 我刚刚看一个新闻啦 馆长陈志涵说 哎呀我现在后事都准备好了 我听了就很难够啊 我又没有要对他怎么样 他吓成这样吗 他还对人讲 董之声那小董 批评我我是懒得理他 我欠他把身体养好 没有人会对你怎么样 不用吓成这样 韩国瑜我也跟你讲 不要吓成这样你知道吗 吓成我名料低了 我就应该怎么样 所以我这两天在讲 各位朋友 你讲讲你想想看 最近这些新闻 你们是不是如同小董所讲的 我洞察机先 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可是你不能用这个手法 这就是我的归欠 有灭含小组啊 有吗 还需要灭含吗 过去你的朋友很多 现在都在罵你啊 就这样 过去年轻人就跑光还要灭含吗 然后现在活灵活现 哎呀有一个谁是谁 每个礼拜到高雄来开会 所以就要怎么样 我们要如何灭含要怎么样 各位都把很多东西 想得好像很真的很假的 我告诉你 现在要卖台 不用出国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是 大家网路怎么发达 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 现在要灭含 我一定要跑到高雄 才能灭含吗 有必要吗 各位你想想看 灭含的这些人 有人说姓陈 不想要影射陈吉还陈吉麦 我告诉各位 现在网路怎么发达 人在走 大家想说很方便 台北到高雄最方便 坐高铁 现在也没有飞机嘛 你坐高铁 高铁有多少人 车站有多少人 你说我多隐秘 我坐 我坐商务商 你坐商务商 你还是要经过夜台啊 看不到吗 看不到吗 台北车站人来人往 大家通通不认识你吗 不要讲陈吉 他造型很特殊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一定一堆人抢着跟他合照 马上po上网 哎呀 在台北车站 碰到了集结 当然也有人很兴奋 就po上网了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他每个礼拜到高雄去吗 我不是质疑啊 我根本觉得不可能啊 我讲这样 陈吉迈倒是比比较可能常回去 但是有办法到说 我每个礼拜回去干嘛 他回去很很很正常嘛 他爸妈都住那里 他回家应该啊 陈吉爸妈不在那里啊 陈吉的爸爸87年就够事了 我还跑去他家 在宜蘭三星啊 我跟他上香啊 他爸叫阿土啊 阿土不啊 我讲真的啊 我们是有交情的啦 但我跟各位 我连 我连连都记得了 而且我根本就不用去查什么资料 可能资料也查不到 我都可以告诉你是87年年初 那些下大雨我就印象很深刻嘛 我从台北跑去耶 但是 我不是要说我跟他交情 因为陈吉现在名声也不好啦 你跟他搭上交情也没什么样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做政治的人 你要想想看 你做政治的人做多少年 我们当记者的人当多少年 但很多东西你要留着 让别人来评断 韩国瑜现在很多策略是错的 媚安小组是错的 媚安小组后他就开始有动作了 对不对 就像我这两天所讲的 你的动作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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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操作 可以怎么样 嫌疾难免有些操作 可是不能操作到 被人家看破手脚啊 有人潜入市场是 这是合理吗 喂你看 哎呀还进去翻电池 哇 好离谱喔 各位你讲 你有常识人 哎 为什么七天七次 哎呀叫我翻电池 你听得真好笑 第一个 请问你有沒有在那里上班 你没有在那里上班 别人为什么要监听那里 大家都知道 你没有在那里上班啊 你对外公开表示 你没有在那里上班 你在凤山嘛 是不是 那干嘛去市围中心呢 市围是在高雄市啊 各位你这第一个道理 大家都会想嘛 说那你这硬拗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有人就这样了 小董我讲 很多人 其实他可能第一个时间没有想到 2月1号第5次禁忌被抓到了 他气了5次 第5次2月1号被抓到 就像我想的 5月27 第一次媒体报道了 已经经过100多天了 然后大家就很生气 哎呀偷听窃听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不可能啊 我不是要替对方开脱啦 我说怎么可能啊 那2月1号 你们抓到了以后 是不是在高雄市警察局手上 是不是你的部署李永葵 市长 你是不是把这个房间都超骗了 里面有没有录 有没有 偷录的 或者偷录音后偷录影的器材 显然没有嘛 各位显然没有嘛 有早就公布了 而且他是交到你警察局的手上 现在的市长是也在你手上 你怎么可能一百多天查不出来 那一百多天都查不出来 这个高雄市政府可以废了饭桶嘛 你说因为有东西很隐秘 不用来这一套 我真的讲啊 你有时候扯一堆东西 不能违反一些人的尝试 我小总真的讲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挺安国医哦 各位你说 小总你挺他你都 不是 我告诉你 你要打正规战不能用这样方式 这方式 人家会说你在自导自演 这戳破了你知道吗 你办公室有多大一万平吗 不可能嘛最多一百平啊 我们一般人的办公室多少 像我现在的录音间哦 老实讲也不够三五平啊 比冲之鸟还大很多啦 但是 它也不太大 可是如果台北有人有一个这样的 大的办公室 那已经 已经不得了了 谁的办公室有一百平 全台湾谁的办公室有一百平 一百平我们 我们全家四口五口六口 我们买的房子也不够三十平啊 各位你想想都大嘛 就算你房子一百平 你查了一百多天查不出来 所以里面有一定有监视的 你看七天哪一次 齁那就 对不对 那就来换电池好 电池拿出来给我看啊 21号到现在 来换电池 好啊 那哪一个东西需要电池 你拿出来啊 各位人家都有尝试你知道吗 你这样是伤害自己 我不骗你 就大家刚开始会说 欸对哦一定要来 要来偷偷要干嘛水门案嘛 对不对 一定会这样讲 可是这个是伤害 这笨透了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个 现在要说出来了 公文喔被拿走 韩国会自己讲了 现在你再看一看公文 有没有被拿走 没有被拿走 这个是什么案子啊 李长龙化工 李长龙化工那时候高雄大气爆 高雄市政府有说你有问题喔 要求他签了一个在前的凭证 万一将来赔偿 你这东西你不能给我动 就两笔土地 这两笔土地 23亿多啦 一笔在新竹 一笔在高雄嘛 那这个凭证是一个 不能讲是公文 就是一个凭证 我签出来将来要赔 我至少这两笔土地 我可以抵押来赔 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啊 韩国会说公文被拿走了 没有啊没有拿走啊 你把那前因后果看一看 发现这个是开玩笑嘛 啊为什么要塑造成这样 各位 媒然小组来了 各位 有人都偷装我的窃听器 对不对 现在呢 前朝 陈崎政府 竟然 连高雄市政府 的23亿6千万 的那个评计都要拿走 要收起啊 要土地李长龙 各位这不合理 不合理到极致 我说 我为什么讲说 你很多东西 像小董讲新闻 很多人不一定同意我 但是第一个 我讲的东西要真嘛 然后我再来评断 这个是怎么样 我们用推理 用分析 用怎么样 前因后果来讲 所以我 譬如说像昨天我碰到一个 来上我们节目的医生 那医生 小董我欣赏你 你很多观点不同意 但是你讲东西 有条有理嘛 你当然是要用这样来评论 可是现在韩国瑜在做很多事 无条无理 没有公信力嘛 我讲会 你会伤害到自己就在这里 所以我非常担心 就是在 在提醒 我告诉你 他的韩文 他自己本身 有些东西做了是不对的 这样你就会耗损嘛 年轻人就会跑掉 因为年轻人 喜欢摇摆 他喜欢摇摆 看谁比较怎么样 就过去了 那偏偏他们现在对政治 有参与 他们现在比较喜欢参与 过去比较不喜欢参与 现在参与是怎么样 因为他在网路上 他可以跟人家讨论 跟人家乱讲 当然他们很多观念是错的 那我奉励他们 多听我节目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因为看我节目 或听我节目的人 很多人是很讨厌我 可是他们崇拜我 在哪里 因为我讲东西有条有理 小董你好恶心 你自己讲自己 人家在崇拜你 因为我讲有条有理啊 就像李豪所讲的 很多骂我的人 心里为我供了牌位 小董你太恶心 太恶心了 没错 但是我讲东西有没有道理 大家仔细来分析 你不必要都高的学士 都高的学历 完全不需要 你不要讲 对啊 太简单啊 你说有窃听器 那21号到现在 这一间办公室 现在还在你手上 别人也进不去 你应该翻天入地都找出来了 为什么 没有拿窃听器出来给大家看 你看成绩好可恶 在我这里装了一个窃听器 有没有看到 就在这里 那个摄影官就是每个礼拜来翻电池 有没有看到 各位 你这不就结了吗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韩国瑜现在拿出来 会被人家笑 那 那个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突然拿出来了 我告诉你 那个窃听器 台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都会认为是你自己 自己去买来装的 为什么要一百多天 各位 一百多天就是一个关键 一百多天你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还在那里指控 还好意思 现在高雄市政府在你手上 警察局在你手上 你所谓的那间 市委中心的市长办公室 也在你手上 你有什么东西 你什么都没有 只有嘴巴在指控 那个就叫媚寒小组 媚寒小组不是编一个笑话吗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大哥来的时候是 大太阳 太阳好大 很热 对啊很热 所以 你等一下吃什么 随便吃一吃 鸡肉便当吧 鸡肉饭吧 鸡肉饭 可是有一家 好吃鸡肉饭 它名字就叫好吃鸡肉饭 好吃鸡肉饭我知道 夏天 其实我们 我是没吃过 我每天经过看 我们来回转寿司 这里 回转寿司在对街 你说曾仙吗 曾仙那边 他今天 他卖的东西还蛮清爽的 夏天 对 可是要马上吃 他是比较日本式的肉饭 或者生鱼片 肉饭 就这些 对 我看他天气热生意都不错 有时候就不好 冬天的时候可能 比较不会想吃 冬天就想吃 那隔壁那家水煎包 对 对 那水煎包刚开的时候 我经过他 一直叫我买 我说 我不行 因为他说十个送多少个 太多了 太多了 分人家吃 人家想说你乖乖 你干嘛在分人家吃 他刚开幕有在做火 有在促销 他也是 他有好几家分店 其实他的水煎包也还不错 还不错 对啊 水煎包天气热 因为水煎包 跟一般包子不一样 就是校院是 因为他是煎的 是脆的嘛 对是脆的 所以他好吃在那里 对 好 回来了 欢迎回到小总真心话 我现在很替韩国瑜担心 并不是我在讲他 很多人 当然 很多韩魂 到我的留言板来侮辱我 或怎么样 我当 我自己 虽然没有说 完完全全去看 或怎么样 但是我 我跟各位朋友讲 那个是无计一事的 你知道吗 那个只会让韩国瑜的 支持力 越流越多 越流失越厉害 你知道吗 我讲 我有时候都很同情我们小编 因为主要是他在看 我不会很认真去看嘛 那你写的那些东西 奉送回你的父母 拿回到联络物 小董讲这样就够了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们讲东西是讲道理的 我不要在那边挨来挨去 或怎么样 对不对 像馆长说我后事都准备好了 我也没要对他怎么样 我的朋友 有一个叫李成龙的 去跟他踢馆 他也不敢出来 另外一个朋友董念台 也说我要跟你怎么样 我讲 都不要用恐吓什么什么 那些都不需要 我们现在是要讲道理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什么 看两个女人在讲道理 一个美国 电视台主播 他在呛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他回降他 今天上午两个人在辩论 当然辩论不精彩 可是他是两个漂亮的女生 两个漂亮的女主播 用隔空在那边喊 这女孩子 中国大陆的一个主播 他叫刘欣 環球电视网 那美国那个先开头的 比较压霸的那个叫雷根 他两个呛 呛 今天上午就全世界 大家都在看 他们有辩论出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精彩内容 但是美国当然就比较压霸 他就只控对方 你就共产党人 你们共产党就怎么样 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啊 你以为中国大陆所有人 都是共产党啊 你就一党独大 一党独大 也不表示每个人都是共产党啊 对不对 我讲啊 你要就事实 不是事实来讨论嘛 美国当然是压霸到极致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流亡国家 一个下散烂无耻不要脸的国家 他当然科技很大 金势很强 在我小董看来就是这样 你美国所要求别人的 你自己通通做不到 美国有人钱吗 各位你听我在讲嘛 对不对 关达拉摩島那边关了多少 一亿人士 金方抓到了 我觉得你有嫌疑 我就把你关起来 关多久 关十几人 关了几百个人 关在哪里 关在水牢里面 什么叫水牢 就留一个头全身泡在水里 这个叫水牢你知道吗 灵类你啊 哪一样是人道 哪一样是人钱 有人说欧巴马当总统比较好 欧巴马说我认为我一定把这个地方撤销 撤不销啊 金方说我们要抓恐怖文子 这个很需要啊 这必要之二啊 你金方才是二 美国才是二 你用华衣就可以把一堆人抓起来 为什么它是一个下山烂的垃圾国家 如果这是其他国家 喂 集钱 哎呀 那共产怎么样 每天用一些墨西油的东西在指控别人 格大会死了 过去利比亚很富有啊 石油到处 现在穷得要命 你看低中海 每年死多少人坐船要跑掉 里面很多的人是利比亚人 国家战乱 本来很有钱 因为他产石油啊 结果格大会被他干掉以后 你看现在惨啊 他是格大会很可恶 他集钱啊 他是 北非的二狗啊 说他是疯狗你知道 把他打死了 现在呢 现在国家开始乱了 各位我讲 你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难民 除了亚洲 亚洲的难民 主要来缅甸嘛 欧洲非洲的难民 都跟美国有关 这些难民 你看很多小孩子 家人带他跑出来 跑不掉 就死在船上了 尸体就 船翻了 就飘到岸边 有多少这种化便 美国人造成了 各位朋友 亚洲 亚洲当然缅甸 缅甸当然跟金方有关 大家跑 这次美国跟英国 把他 把他送上 统治者的翁山苏基 造成的结果 对不对 翁山苏基被崇拜成怎么样 你看缅甸 怎么样怎么样 指指点点 翁山苏基 上席以后你看 那些回家族被杀成怎么样 肉星亚人 各位朋友我讲的是一个常识 但是 我的示威高于这些 我 我 我就是这样 所以 你说 你在讲韩国瑜 我告诉你 你说李长龙花工这个事情 这个也是乌龙案 现在也证词了 公文被拿走 怎么样 公文没有被拿走 都在市政努 各位 你只要把前因后果看看 这对韩国瑜有伤 你知道吗 我简单讲 李长龙良比土地 新竹这笔二十亿 高雄这笔六亿 三亿都 好 这用来保值 他写了一个 类似企业书 将来如果赔偿的话 我这东西我就做抵押 这交给高雄市政府 后来法院打了官司 发现 责任归属不是这样 法院 打了官司发现怎么样 发现责任归属高雄市要付出 市政府要付四成 李长龙要付三成 另外呢 那家印书的 装配 那管线的 因为李长龙生产 有人在帮他运送 运送就是地下的管线 就要用气压把它喷出去 这家叫华印 中华的华 印书的印 这家有过失也要付三成 所以433 谁的责任最大 高雄市政府 层级的高雄市政府 这是法院判决 那李长龙说 我那时候给你保值 保什么多 现在算一算 不用啊 如果照这个判决 我只要赔1亿多 我干嘛抵押23亿多 所以他就回来 跟高雄市政府说 那个东西是不是还我们 我们换另外一个抵押 比较少的 碰我土地也不能动 我现在公司也有危机 我可能要用这块土地 去跟银行贷款 我被你这样call了 对不对 他可能这样想 那我们现在是操作成怎么样 各位 我们大家用常识 用是非来讲好不好 不用黑我 黑我也没关系 因为对 对所有这些东西没有帮助 我讲的 你黑我 对你也没帮助 我不是说 董粉会对付你们怎么样 小董 我一个打十个 我也不太在乎那个 但是我告诉各位 因为我不嫌疾 我什么都不怕 我也不吃人家喝人家 别人都拿我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只在乎示威 但是我要分析给各位听 他说前朝 那个纪要秘书把他拿走了 这个纪要秘书受网 说我没有拿走 我交给我们科长 那科长 后来他又交给金花级的主秘 那这些 他交给主秘 我并不知道 我交给科长 就是一张 这个凭证 这个凭证 也不是公文 公文就有文号 这个不是公文 就这个凭证 就好像我签一个切解书 我将来就要怎么样 那如果将来打官司 你不承认我切解书拿出来 当初你有签啊 对不对 你法院你就打书了 你自己都签字了 你怎么可以不承认 这是一个这样的凭证 那凭证就是两块土地 用来做将来赔赏 也怕你偷产嘛 所以这两块别人就不能动了 那他的过程是这样 但是我要跟各位朋友讲 公文没有被偷走 公文没有离开高雄市政府 这是事实啊 那你现在要黑他说 哇你看 把那个对我们有力的东西 都偷偷拿走 你是要营造这样吗 但是你要有点法律常识 或者你随便问个律师 这东西你如果真的搞丢了 再写一份就好啊 因为他不会消失你知道吗 他不会消失啊 第二个 请问他拿走这一份干嘛 他身上就拥有二十三亿多啊 他哪去银行哪去 哪去拍卖哪去哪个就有二十三亿 那一张他拿走是废纸嘛 没有用啊 那一张就是 李长龙跟高雄市政府 保证了嘛 那他唯一有用的一个用途怎么样 拿去给李长龙 诶这个对你们不利的东西 我偷偷还你们啊 对不对 你把它销毁 过去等他就不保证啊 各位有那么简单吗 这东西很多人认证了 不是只有 只有陈吉跟李长龙的老板 两个人在在场 不是啊 他都已经认证了 好那我讲这个 他的不合理在哪里 他的不合理在 他如果真的把他拿走 拿走是指 那离开高雄市政府 这一张唯一有好处就是李长龙 对不对 因为他可能这样设想嘛 李长龙应该赶快把它销毁 但是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 因为李长龙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唯一能够图立李长龙 李长龙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小董你凭什么说他不知道 因为他回来高雄市政府申请 我这保值23亿太多了 我其实如果照法案判决 我只要赔一两亿啊 如果照你们申请要求我赔的 我最多也赔六亿 可是我不需要用23亿多来保值 我希望能换一张 那表示什么 表示李长龙不知情啊 他如果知情太脱笑 你们根本没有那一张 你那一张已经被我们派密探 派我们的内角把它偷出来了 对不对 各位朋友我讲的是个常识的推理啊 现在高雄市政府 韩国医市长讲 公文被前朝人这样偷偷带走 你这是个指控 但现在敢这样讲嘛 到今天为止到小董现在在讲 敢这样讲嘛 不敢 那你人家就讲 哇你你这是随便讲 对他有没有伤害 伤害很大嘛 各位我在讲呢 为什么呢 可能很多始终韩文 他们可能年纪大一点 他讲 只有韩国医可以捍卫中华民国 小董也要捍卫中华民国啊 我要捍卫啊 館长陈志涵在骂我说 我都反台独 你怎么讲我是台独 那你的做法就是台独啊 賴清德说我是台独啊 但是我保护中华民国 我越主张台独越保卫中华民国啊 賴清德这样讲啊 賴清德是不是台独当然是啊 館长是不是当然也是啊 只是你们嘴巴在讲 賴清德说他最保护中华民国 因为只有主张台独才能保护中华民国 这賴清德讲话 各位都可以 Google 雅虎把它缩行出来讲 你听得哈哈大笑 你知道中华民国从什么来的 从国务推翻耶 满清耶 他已经108年了 那请问说台独你要台独什么 原来你的台独就是中华民国 那还搞什么台独 这些都是假的 明明这要是假的 这要骗选票啊 不是吗 所以小董讲的是非逻辑 我颠簸不破 很多人讲我为真不败 那韩国人最喜欢讲的 为真不败 没有啊 没有 没有真啊 我老实讲 这个就很吃亏你知道吗 我们 欣赏韩国瑜 光明磊落 汉子一条 对不对 兔子也是汉子 然后大家看 他的险站 高雄市场带来的是欢乐 带来欢乐 爱与包容 哇 你看到阳光 看到灿烂 真的是 你看到那么多人投入 王金平投入 杨秋星投入 小董也投入 大家看了 哇 真兴奋 然后你看到了中华民国国旗一片齐海 那是欢乐啊 那是爱 那是包容啊 现在呢 现在有国民党在黑我啊 五人小组竟然是挺我的对手啊 对不对 国民党好可恶喔 现在我五月六月一号 我们要上凯道 背后就总统府 先是我要进京总统府 国民党既然要求 党职人员不准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最近 国民党有没有下这个命令 没有啊 现在到底是黑韩的人都 还是黑国民党的人都 当然是都在黑国民党 国民党我跟你保证 从来没有 要是有你告诉我是谁啊 五人小组 挺对方你告诉我是谁 你告诉我是谁 哦 有人在我留言板说 就是郝龙斌 郝龙斌跟韩国瑜 两个人的爸爸都是职业军人 郝龙斌挺谁你告诉我 你说啊当然就挺郝台银啊 好 郝龙斌今天上午访问的人是王金平 郝龙斌跟王金平怎么会搭在一块 还给他机会讲那么多话 像我那天给机会给韩国瑜讲那么多话 我告诉你啊各位朋友 你不要随便去看清别人啊 然后每天再拆别人东西 别人就是坏蛋就是怎么样 就拿好处 你们都挺郝台银 郝台银因为很有钱 所以你们通通拿了钱 讲这种话人不要脸啦 不要脸到几点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是真的什么韩文 他们很多是利盈来的 他们就蔡英文的 蔡英文的跟屁从 就民进党的走狗 就是那些蟑螂垃圾你知道吗 可是他们自己觉得好高兴喔 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一眼都看穿啊 我们根本不屑 小总不会怕嘛 我们怎么会怕 但你看 现在台湾弄成这样 我刚讲对韩国瑜有没有伤 你说公文被带走 没有啊公文就在 你们自己流转来流转去 而且最主要你们有交接小组啊 你自己有交接小组 你都不知道你在交接什么 你交接小组派攀衡系 不是很好笑吗 攀衡系是交接小组的总招 然后下面有一堆委员 这委员包括杨秋星 杨秋星变成攀衡系的手下了 各位你这个 这个就有问题嘛 杨秋星是如何 他的地位当然是高兴宇的集处所长 是不是 你要说交接小组 应该让杨秋星去当 如果就这样来讲 杨秋星高雄县长出身 他懂了公文流程 他觉得应该有什么什么 不是 韩国瑜派交接小组的 召集人士攀衡系 然后底下有一堆委员 包括杨秋星 我告诉各位 你如果是杨秋星 你作何感想 随着战功表大不用讲 你这东西要有一点被分的 你知道吗 我讲这个是不是一个伤害 到目前为止 到我刚刚讲出来 没有一个人对韩国瑜讲过 我一看就知道不对 我如果一起讲 人家说 你就正在黑韩 黑什么韩 韩国瑜最大敌人 就是他自己跟那些韩魂 不是吗 各位你想想看 我小董刚刚讲杨秋星 是交接小组里面的委员 他能够委员什么 各位 你一路把他扁低 扁到最后说 你怎么 我现在选总统 你怎么不跟上来 我有拿过你一毛钱薪水吗 我挺你选市场 我一定要挺你选总统 小董那天会骂 多数韩魂是垃圾 我动机在这里 我跟他其实也不熟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就看不下去 这就叫是非嘛 你把人家一个工程 把他糟蹋成这样 然后说我现在选总统 你赶快跟上来 帮我拿棋子 帮我去杀敌 要不然你就是判决 你什么东西啊 我最气不够就是这样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那你短辱节要不要回去 我没有 我要出国啊 我最近 我礼拜六就要出去了 礼拜六后天 对晚上 对啊出去休息一下 然后短辱节后再回来 对再有节奏 那你在国外吃不到粽子 先吃一个再出去 昨天总有吃粽子 他们有带粽子 你們吃南部粽還是北部粽 南部粽吧 其實像我 我喜歡吃南部粽還有湖州粽 就是我跟你講像枕頭那樣湖州粽 裡面就一條肉 那澎湖的粽子是哪一種 澎湖這裡都是南部粽 我們金門也是南部粽 是喔 北部粽其實 你要講比較不好聽就是油飯 油飯下去做的 我之前來台北我有嚇到 對但是 對就是他講不好聽就是油飯做的 那南部粽它是因為那些東西下去一起煮或蒸 它的味道就濃到米 那很多人把包什麼料 其實我自己在吃 我不會特別重視那個料 我重視是那個米 所以湖州粽只有一塊肉 中間只有它一個長條 湖是湖水的湖 江湖的湖 湖州是中國一個省 一個地方 那在大陸最有名叫五方粽 一二三四五的五 芬芳的方 五方齋的粽子 我們去也會吃 那他們湖州粽 江南很多人都吃這種粽子 那它的味道就到米一邊 它好吃也不是在那塊肉 它那肉有時候旁邊會加一條小的火腿 欸好特別喔加火腿 好吃是在那個米 對所以米很重要 哇 好我們回來囉 歡迎回到小董真心話 小董當記者 我算當很久認識很多人 那我看很多人 他地位一下很高 他就目光一切 他可能事情太多 或者可能他變成被少數人包圍 他不曉得自己的情況 人一下子就迷失了 這個是很嚴重的 你知道嗎 那迷失了很多東西你就看不到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你有成見 你有成見喔 你就 你覺得他就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人就壞了 我就不跟他往來 小董喔 我當記者開始也是這樣 後來我當久了 我發現每個人都有他的優點 每個人也都有他的缺點 那當然你有一個中心 這個中心就是我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我很清楚 我隨時要握住這個普世價值 他就是是非啦 所以我在講東西喔 各位不要認為說 小董那個就是藍營的名嘴 藍了我照批啊 我不會放手 我也很誠懇的告訴各位 現在台灣最大不幸就是民進黨在執政 蔡英文在執政 賴清德今天上午接受訪問了 他們昨天中職會強行 第一個 市化跟住宅 各百分之五十 共識節啊 什麼叫共識節 都現場沒有表決 中職會就通過了 其實有人反對 這個人叫林進憲嘛 他代表賴清德 他說我為什麼不要求表決 因為第一個表決我們會輸 第二個主席希望不要表決 主席說如果一表決我就走 走龍胎 那他想說一定輸 讓主席走也不好 所以他寧願說好 那共識節 但是請留下我的紀錄 我裡面的發言紀錄 賴清德呢 賴清德今天上午接受訪問 他說我不滿意 但我只好接受 各位朋友我告訴我的觀察 市化 家裡住宅的電話叫市化 是我們過去民調的基礎 家裡接到電話誰誰誰怎麼樣 現在呢把50%的手機納入 他的最大盲點是什麼 那表示50%的人沒有四話 對不對 要不然手機的比例怎麼這麼大 不可能嘛 50%的人沒有四話 就住宅沒有電話 不太可能嘛 大概可能20% 那你把他比例方這麼高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因為年輕人都挺我 我是拉台妹嘛 這是蔡英文的第一個想法 對不對各位朋友 那他要用這麼卑劣的手段 去打賴清德 賴清德很清楚 賴清德也不是笨蛋 他的台獨要保護莊華民國 那也是把別人當笨蛋 我是很瞧不起他的 但這場險戰我告訴你 賴清德為什麼接受 因為日期定了 6月10號到14號 各位朋友今天5月30 賴清德為什麼要決定 他希望不要再偷下去 偷下去對民進黨有傷害 我賴清德不是愛護民進黨 對民進黨有傷害 就對我有傷害 因為我會代表民進黨參選 蔡英文會輸 賴清德信心滿滿 但他不要露出這種交態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不相信你兩個禮拜 你就民調就贏得了我 從我去領表 3月18 4月18 5月18 到現在5月底 這兩個月來 你蔡英文做了非常多的操作 去看漢光演習 你看今天上午的漢光演習 大家看到 哇 眼鏡蛇 看到阿帕契 看得好爽 哇 真厲害 我告訴你 眼鏡蛇跟阿帕契 是我們兩隻 勾金很厲害的隊伍 而且是陸軍 很多飛機怎麼陸軍 那叫攻擊直升機 其實我講 我們看到的這些選舉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有這些動作 蔡英文當然動作很多 小動作不斷 對不對 你看了就是這樣 然後賴清德為什麼 不滿意可以接受 其實他心裡認為說 你只要時間定下來 6月10號到14號 兩個禮拜 我不相信你可以超越我 所以民進黨會推出誰當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 所有人認為說小英 用盡手段一定是小英贏 已經到了山窮水盡了 各位朋友 剛剛你聽酒吧 我們News酒吧 今天上午通過了 對日本人 那些酒啦 魚啦 龍魚產品可以進來的 我們的關稅損失兩億一千萬 昨天聯合報在黑白集上寫了 這個其實是很早 5月初啊 蘇貞昌組織行政院 就給他通過了 為什麼 他說我們要巴結日本啊 因為我們要加入他的那個組織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講民進黨 是日本人的左國 俄皇帝啊 就是這樣 你一路退他不理你 日本人是怕這個 日本人是怕強的 馬航九高度態度強硬 過去從李登輝時代一直談判 談了17次沒有結果 日本人死都不讓 馬航九高度很強硬 中共的助威 日本就讓了 可以在釣魚台附近補儀 對不對 我們可以在 沖繩鳥附近補儀 現在通通不行了 因為日本人看到你肉了 你要強啊 你不要每天動不動 就像館長說 哎呀我後事都交代了 那是勢肉了 那不是強你知道嗎 但是我講這個 我絕對悲哀你知道 日本沖繩島有個議員 他就說我們是釣魚台 護衛隊 我們去護衛 被中國大陸四艘 四艘海上警察隊 一直追擊 嚇得劈滾尿流 但我發現他們是很認真的 當然是認真啊 中國大陸 他對這種土地 因為他有個民族主義 他們做得到 蔡英文做不到 一路讓 讓到現在 日本會不會讓你那個 不會 我告訴你 對他越肉你就死定了 今天謝謝收聽